哈啰我是Amy 哈啰我是Li 我们是Amiyantori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有趣的话题 全人类都会做的事情 就是排泄啦 诶你知道吗 就是Simoneta 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色情的那种 三个一种是大队尿尿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那块区域的话题 我为什么这么high 因为我们两个就喜欢Simoneta 也是 我是在日本打过服饰店的工嘛 那服饰店比如说 就比如说两个人站顾店好了 然后你要跟另外一个人说 我要去我要去上厕所 你不能说 诶我去一下洗手间 无法在客人面前说出来 所以要说 一番にできます 好好笑喔 诶 所以其实台湾的大号讲话是 对啊 然后NiBang好像是 我记得NiBang是去吃饭还干嘛 反正就是有一个代号 所以NiBang不是 哦 一番代表就是不管你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 对去厕所的银 他不会 哈哈哈 他不会干涉你 对你不会报告人这么好 他不会干涉你是要大便还是小便 这样 好 然后 反正日本厕所大家也知道就是 很多工具 除了免治马桶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Odohi me 银姬 女生他就会上厕所 然后坐上去 然后他要尿尿或他大便 还是会有个声响嘛 因为是东西掉进水里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为了遮掩这个声响 他们会流放于一串水流声 然后那串水流声就是银姬的声音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一开始啊 一开始是因为 河是你人离那个很远嘛 所以声响会特别的大 然后 有吗 可是你如果那个亚洲蹲也是蛮近的啊 对啊 但是就是他们有可能 他们蹲 他们蹲马 为什么蹲那么高的 对 然后因为那个 就那么简单 然后那个 因为他们会就是一直冲水 所以会浪费水源 然后他们为了节省这个水费啊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浪费能源 才开发的影机 这个东西呢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按过它 因为我觉得十分吵杂 我想说 因为他为了要遮掩你的声音 所以他一定要很吵 我想说 我就不能清静的上个厕所吗 但是我惊讶的发现就是 其实日本的女生哦 七层会使用影机 我也会用耶 在外面的 哦 你好日化哦 可是我不是用在 尿尿的时候 你是用大便哦 因为当天有哭哼一声是不是 不是 是在我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 肚子不太舒服 哦 你是用在那个 绕晒的时候 对 好 所以你是选择性使用 或者是说人真的很多的时候 就是那种 公司的推理 然后有人在外面拍 哦 所以会有点尴尬 对啊 就所有的人都觉得说应该要 就是大部分人应该要使用 就是看很多网友就觉得说 因为这个东西不应该让别人听到 所以他认为如果 没有按下那个按钮的人 就是不为他很着想 或什么的 好奇怪 然后还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言论 就是 有人觉得 怎么会 还有人想要使用 这个三层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他们就推测说 那些三层的人不想使用 是因为你一旦按了按钮 就会等于 告诉别人 你正在 正在那个当下 就是你不只坐上去 你还正好正在做那些 所以 你就是 因为你等于 自我阻宣告这件事情 所以更加的羞恥 就是 就是 好玩大楼啪 这样子 好玩尿楼啪 这样子 所以 就是 哎呦 所以他们会 推测 这是不想使用的人的心情 我就是不用啊 因为我觉得这本来是天津地的 别是干嘛用 对啊 对 所以我本来是你 你在厕所里面 你就是要做这件事吗 你还有别的事要做吗 有 英姬还有APP 而且还有三个 我觉得这个比较疯耶 这是比你 常设的那种还要再疯 不会啊 因为你想想看 好 你做客就算了 你做客就想说算了 就忍住 或者是就是 心里痕这样 可是还有去男朋友家 我觉得很多人是想说 去男朋友家 或者去拜访男朋友老家 然后如果 厕所刚好里 是一个比较大家听得到的地方 可能就会羞耻 所以就是有人 特意装了APP 因为 你去别人家 家里不会装啊 对啊 对啊 家里装太变态了吧 可是我们在查的时候 有查到家庭用的呀 对对 就是有人 还是不想要被 家里任何人听见他的声音 所以他就一定要放一个很吵 对呀 家庭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 然后我们家其实是上下两层 然后厕所在楼下 然后客厅在楼上 所以其实是完全听不到了 然后我有一次下楼去上厕所 就觉得 开心上厕所 对 然后就觉得 哦 要解放了 解放 然后就上了很开心 有点酒 应该是 所以你知道我喝了很多水 然后我就上了很开心 就出来之后突然发现我老公走下来 好开 然后Eden就跟我说 哇塞你好 好开 好开 好有 好气势 有如瀑布之所以 所以从此之后 阿米的 阿米的错号就变成阿米の滴 阿米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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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面丸嘛就是会有一阵子有点臭味 外面有人排队的时候很可能接下来的人就会一扑皮有一股大片味这样 女生呢 她们会等到味道消散 有人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她好密吗 对啊 因为跟她都很级 所以你不觉得有些人就特别慢嘛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人就是会喷一个专用的香水 是拿来喷你消除你的大片味 就是有时候你进去就哇怎么有一股人工香味 可是你知道吗 这就跟刚才那个印记一想 我就会知道前面的人大变了 此地无垠三百两的一个道理 就是一个告诉我你刚才大变过的 我觉得在外面我不会 但是在家里就是伊藤会很在意耶 他在意他自己会造成那个空间很臭 所以比如说他到完我想要去他都会说你要等一下 这个我男朋友也会 对然后后来就是他就突然跟我说 因为我们家的狗狗的那个边边是可以直接冲到那个马桶里面的 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家狗狗边边很臭嘛 所以他就会说我们去买一个那个厕所喷香香 就是消臭剂 然后我后来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为了狗狗买的 他是为了他自己买的 他自己的大片太臭了 对 然后前一阵子因为你这个你要一直补货嘛 前一阵子我们家没了 然后他就会一直问我说 他是不是喷太大了 他就会一直问我说 他真的喷超多的 他真的喷超多的 而且他的卫生纸也用很多 我男朋友卫生纸也用很多 欸你知道吗他之前跟我讲我吓得到 他就说他会先把卫生纸结一段粉丢在那个马桶里 这样的话你下去的时候就不会直接碰到马桶里面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他会在下面铺一层底 天呐 我听到 这有只有那个campaign的时候还这么做 我就被吓到我想说 老娘这么辛苦买卫生纸 难怪削得这么快 我也可以听到他就是一直卷一直卷一直卷 然后他就想说 现在卫生纸很酷 我家卫生纸是好的 不要用 而且马桶就是用来那个引起豆奶油的 他可能不想要之后收集很麻烦吧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粘在上面什么 那就是他大变品质不好啊 一个好大变 通常我的那个肠胃很舒畅的时候就是 这是很完美 很滑溜的就下去了 可是如果我肠胃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捏捏到 我就知道 那我可能最近吃的不好的东西 我什么都不是一个 可能他可能一直很不好 好还有一个东西是 手帕 手帕 手帕呢我查了一下 这个数字非常可怕 日本九层女生随身洗带手帕 然后七层男生随身洗带手帕 他有很多用途 很多人说是拿来擦汗 还有上完厕所擦手 我其实会戴 但是 没有人用 那你戴在干嘛 不是 就是我只有在 就跟你讲 我在百货公司洗手的时候会擦 但是问题是 在公司上 比如说你去上班 虽然你包包里放了一个手帕 对不对 可是因为你并不会两手空空的去上公司的厕所的 然后你就插在哪里呢 对然后你还 对我跳过了 然后呢 我就会插在身上这样 自以为没有人发现 有真的没有人发现 因为我跟你我们公司真的是很空旷的一个公司 所以 所以 我之前就是看四下无人 我就 插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对 然后我都插在伊人身上 哦伊人人好好 没有啦 就是 我其实也没有要插在他身上 就是因为有时候 因为我们公司也是有插手指的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全世界都有插手指 但其实你去那种什么就是休息站啊 其实是会没有 休息站没有嘛 然后我就两手丝是甩一甩出来的 但我又不想要插在我自己身上 我的衣服都还蛮可爱的 然后 然后 有时候还要牵手 他说 欸什么什么湿湿的 然后我就说 哦 然后我就插在他身上 然后就被骂了啦 当然是会被骂啊 他自己有时候也是手滋滋啊 哦 但他不会戴手帕 他就直接插在他的牛带裤 哇他好豪放耶 可是他的牛带裤很脏 所以其实就是 啊好讨厌哦 好 再来最精彩的部分来了 就是 放屁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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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